DJ! DROP THE BAD! 大家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弄了一些音樂出來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萊姆 歡迎收看小萊姆的三次 今天回來是一個開箱 這個東西之前已經在淘寶的開箱見過 特別是開一集來玩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應該是很好玩的 除非不是 DJ! DROP THE BAD! DROP MAX! 這個就是我看了台灣的朋友 可樂龍莊 他的Youtube頻道 時不時會介紹一些遊戲 Board Game等等 我看到標題,按進去 然後看了兩題 我決定不看完影片 為什麼呢? 我決定要買了 你是我 最重要的決定 最重要的決定 所以想留一個驚喜給自己 不看他的影片 直接買回來看看 到底這件產品有沒有玩 簡單來說這部機 上面放一些卡片 然後發出一些音樂 就這樣可以 這個在香港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買 它是鞋子補的 但是外國訂回來 我是... 哇! 專業 好啦! 一開始就是我們這部機的部分 然後裏面 就有四塊卡 還有一本說明書 對應這些特別的卡 放上這些板 才可以發出一些節奏 或者音樂 所以我猜 這些廠商 通常都會不斷地出這些卡 然後再賺額外的錢 是營商之道 它是插乾電池的 四顆2A電池 用這部色彩繽紛的電池 用色彩繽紛的電池 好漂亮啊 是需要用它們的APP 即是要連動我的手機 APP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另外還有 喇叭 Nice 打開APP 還要等它下載那些卡片 我猜一下 這部機器是沒有儲存任何關於file等的東西的 純粹是刮到一張卡 然後給個曲子的APP 然後由這APP去播音樂或者節奏 不得不說 因為它是挺奸詐的 省回它的hardware的成本 那這個你為什麼買這麼貴啊? 剛剛做生意你有沒有良心啊? 現在這個世代玩具也是 我猜它 不需要做到這麼重 我猜它 它真的純粹是因為為了 賣錢 所以做大埔一點 這裡的搭卡都很漂亮 不過它的質素就很一般 不過那些Graphic就畫得挺漂亮的 是挺漂亮的 壞鬼 上面很多不同的Logo 你看到這個 可以表示它這張卡可以成為Vocal 可以成為Guitar 可以成為Drum 或者是Keyboard 每一張卡都有不同的 這個只可以Drum的 然後有Versus Mode 2-4人 Party 1-5人 Puzzle 單飛 FreeStyle 可以無限人 然後這裡有很多不同的Cards Deck Build 好,那現在我就放一張卡 在我對應的顏色上面 因為這個是紅色的嘛 然後我放一張紅色的卡 在這個位置 好,它已經有些音樂出來了 然後最後放一個Vocal 放一個Vocal 對 DJ玩是不是比較有Feel 我對DJ是沒有任何Concept的 所以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弄了一些音樂出來 一樣的音樂 不同的Vocal 有另一個Feel 我換另一張 DJ 有些料子 這件事 我自己都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我就是知道自己放一些卡 然後就有些聲音 不過很厲害 它就是 為什麼可以混在不同的音樂上 因為節奏是不一樣的嘛 它又很有想法 製作一些新的音樂出來 隨便 我們Random 然後呢 根據它是什麼色 就放在什麼裡面 那看一下它還有什麼音樂 這個根本就是 體驗DJ入門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藍色 我就放在這裡 Jump Beat 很有趣 這個是紅色 但是這個紅色得來 Saxphone 那類的東西 吹的那些 下一個 是Bass 哇 馬上厚實了很多 放一些低音在下面 放一些低音在下面 我們來玩一個Focus 看看 先看看 試一下這一張 打 喂 好聽喔 沒問題啊 呼 怎樣啊 適合我的演出 真精彩 有些想法小人 剛剛 我看不完這個部分呢 我已經覺得這一部東西 挺值得玩 哈哈 現在這個世代玩具 也是 捆捆你水 是一個完全對DJ沒有概念的人 然後隨便混合一些 又混合一些 一些不難聽的音樂 出來的時候 那個成就感是很大的 就是 我想懂音樂的人 就懂我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會更加覺得神奇 或者可能覺得低能 我也不知道 或者你是懂音樂 做這些混合 或者是DJ的 下面留言告訴我 到底剛剛做了什麼 我很想知道 好 接下來我就看看 到底他還有其他玩法 到底他玩什麼 好 接下來我們試玩 我們的對打部分 有一個VS模式 剛剛我就已經學了 一開始 一人分半疊牌 就放在這裡和這裡 我的雪條組 你的機械人組 然後就是按開始 抽五張 就是手牌 玩法很簡單 每一次真的都是 自己有兩個的 impliac report 要不要擺牌 要不要按鍵 按鍵就可以消除 敵方的牌 消除對方的牌 而擺牌呢 就會必定要擺 按住他的level 例如這一張是Level 1 如果本身有一張Level 1 치�到上面 一定要擺一張 像他一樣 或者比他上一個更高 哪一牌 左上的角 有一格 2 還是 三格 軟 當然要擺的時候 應該跟著不同的顏色 這個是鬥快拿到21分就贏出這個遊戲 那怎樣為止拿到分呢 就是成功放一張牌就一分 按鍵是沒有分的 除了第一回合之外 你放進去那張卡是裡面沒有的顏色 你要額外多一個分 那如果你成功令到五個都是自己 會額外多一點分 OK 那我們邊玩邊再研究了 好 那就你先 你就可以根據顏色放進去 這個對打模式我研究了都OK的 都是玩得過的 沒錯啦 那你放這張你還有一個Action 沒錯啦 做得很好 沒什麼 然後呢 你就完整你的回合了 輪到我 然後你就可以抽兩張牌了 那我呢 就一定要霸地盤了 霸回地盤先 聽聽歌我們 有人唱開心點 Your turn 我現在有三分你有兩分 那如果我這樣可以嗎 可以 唱吧 好啦 那現在呢 這兩個是你的 這個是我的 你見得到 那我就盡量要霸地盤了 霸地盤 我這張牌有兩分 因為本身這裡沒有藍色 那還有一些黑白牌的 黑白牌的功能牌 每一張都不同功能的 譬如這一張 你看到呢 它叫一個箭咀放進去 然後有一支咪 就代表著你可以連續 放多一支咪的卡 好啦 那我可以示範一次 譬如我現在放這個才算 我要放Extra 那我要放了一張 那我就出了三張卡 我們玩了這麼久 還沒開始用Clear的功能 如果你沒有牌出就可以用Clear 喂 你是成功拿了 現在就可以按Clear 那看好幸運 可以把這牌弄走 Yes 弄走這三張牌 弄走三張 1 2 3 弄走 搞錯啊 扣你分了 到了 對不起 總結你 1分 你可不可以搞錯啊 這麼多這些牌 很厲害啊 現在 20分了 上去這張 這張 這張牌 為什麼你覺得這張有2分 因為這個加分 好 為什麼這些牌 你覺得我本身都是這些牌 我差不多都能買 為什麼 沒有啊 但是這首歌我不會聽 我覺得不錯 因為我主導了這場賽事 所以 你很好啊 非常好聽 我覺得很厲害啊 它可以detect到 是啊 很大疊 都detect到 好了 接著我們試一下Party的部分 好了 Party一到五個人玩的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單機玩一下 開始 好 好 一個人就可以有7張卡 一個人難度高很多 因為沒有人幫忙 越多人玩就越少卡 好 現在就放any color 真的怎樣 好時間 不是啊 any color 對 any color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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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fail了一次 我明白了 好 第二回合 黃色 我沒有啊 這個可以不可以 黑白可以不可以 黑白可以 嘩 嘩 好高分喔 第二回合 好了 我們先review完 我手上很多白牌 很厲害 呃 黃色 any color 這個 可以了 即是Party這個是考反應 藍色 我沒有啊 沒有那怎麼辦 還要擺 我都過得了 不過沒有分 它跟Versus的玩法完全不一樣 這個我挺滿意的 DM 按DM就要按按鍵 然後它就會說要拿走一些東西 會拿走 Drum Drum 藍色 喂沒有啊 吃糟了 藍色的全部都敷了 我放不上它 又是紅色嗎 沒有啊 哎呀 好 我們final round 我們total score是10800 恭喜 謝謝 這個Party mode也挺有趣的 那就變成是一種 大家很心急去打牌 那如果人多的話 真的很好玩 好啦 我們試完最後一個模式 就是Puzzle 總共需要30張牌 然後我就放在中間這個位置 就可以按Stuff 每次應該抽6張牌 即是打一張抽一張的意思 嘩 怎麼玩的 藍色2 是不是有什麼意思 哦 這樣的 綠色先 試試放紅色先 其實我不太明白它怎麼算分 我這樣看下去就 但總之我現在有分 我不管 放這裡 嘩這次很高分 嘩好厲害啊 它會射一些東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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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啊 嘩 哦 我可以clear一整塊 哦 明白了 怎麼黏在那些就可以一起clear 的 那我現在clear這個很穩固 很緊張啊 現在 我隨便出一些牌 要 因為它有計時 哇 怎樣怎樣怎樣 沒有牌可以出 好像 按DM會怎樣 哦 按DM就會清了 即是需要按DM的時候 可以按DM 喂不要清這個 我只有兩張而已 你多個沒有 還有一張 喂 成功了 那我未至於會輸 這個模式呢 我覺得都算挺有趣的 不過呢 我有一些blood都不太明白 可能我沒有看過教學的原因 但是 跟著它的指示玩 是玩到下去的 那我覺得都ok 是有趣的那件事都 這個模式有點像玩那些寶石消除遊戲 那都ok 這件事我初以為呢 只是放下去聽到聲音 很低能 但是實際上 玩起來呢 它有三個模式 都算要有誠意啦 化三個模式 那個方向性都很不一樣的 並不是說 差不多玩法就換一個模式 那這個是值得讚的 那是真的有想過了 但是這盒東西呢 外國訂回來的 就真的不便宜了 沒有記錯 應該要千多元的 因為我在淘寶訂 為什麼不在Amazon訂呢 因為Amazon呢 它只能夠送美國的 難得找朋友幫我收 或者找雜運幫我寄 我覺得有個趣味性在那裡 但是你說 是不是真的好划算 要馬上買 那一定不是啦 這些反而就是 新癢的玩意 大小就是這些 又是用來體驗做DJ 就十分不錯 還有這個我都真的 可能跟朋友一起玩呢 都真的可以玩一下 不錯的 好啦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朋友的like 留言和訂閱 按個鈴鐺 下次再看 星期五六點半 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